大陸股市部分 为什么说大陆国企 大陆国企第十八大亿 原本上上期待说 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期待 可以做出一个强谈动作 结果呢 上阵再创下45个月的新低 为什么 大陆的股民也开始发出新声了 前几天的一个低点里头 1995.72 要救救我妻儿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数字 这样的新声都已经出来了 文恩 大陆股市部分45个月新低 这看起来压力真的是越来越大 原本不是说已经新低了吗 原本市场上期待 是说等到整个十八大定案之后 整个过程变动结束之后 能够回归到市场机制 也就是说比较健康 其实结果呢 对 那么基本上 在讲大陆股市之前 我真的还是要 投资人去想很多事情 新鲜阶段台北股市的低迷 甚至今天成家之后555亿 大家都在怪正所税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我一直强调一件重点说 到底跟正所税 有没有一个所谓绝对的关系 你要想想看 今天台积电 它的股价还能维持在一个相对高档 我请问你 它有因为正所税的影响 而出现不涨吗 重点就在于 台湾这一些电子厂商 我们的获利能力 是美矿预下 你所公布出来的数字 越来越糟糕吗 那不止台湾呢 你看美国 不管包括Eurow Packer 不管包括Dale 它的股价也创下 一个所谓波段上面 我的意思是说 基本面已经出现状况之后的话 再加上一个讯息 或者是税的问题之后 但是状况是出在这个 获利能力 我们的基本面是美矿预下 因为我讲讲 我们台湾现在有点里外不是人 就像我们举个例子 现在大家都高喊国旗说 去三星化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如果说今天三星 在苹果订单越来越少的情况之下 它会不会像半年前 普向钢铁 在整个国际大厂大量到货 导致于钢架崩盘 所以说我现在反而比较担心说 现在三星的订单 开始减少的情况之下 它不管包括Mobile的人 不管包括面板 会不会出现国际大厂大到货的状况 好 静隆 刚刚文恩的部分的话 听起来乍丁之下是蛮有道理的 这是因为基本面出现的状况 可是呢 当时有点双场的情况之下 虽然是不是也会失败 这个timing点不对 你如果是说这个问题 基本面它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 或全球景气不好的情况之下 那么 是不是先从这一块 问题的根本来做解决 那么所谓税的问题 是不是有时间点的一个 更好的一个timing点 你看我 其实我刚刚文恩讲的部分 其实我只觉得他讲对一半 就是其实一家公司 一个市场的市场不好 一定是公司的获利大幅衰退 产业前景大幅的一个 比较不明朗的情况之下 所造成 这就好比一个人 昨天已经被打了一巴掌了 已经很痛了 这时候震索随再来 又再被打一巴掌 这时候伤心欲绝的中石户 就开始觉得 好像台北股市不好玩了 所以发现香港的股市 本益比较低 香港股市的金融市场 限制比较少 那我去香港去买啊 因为如果台北股市 现在目前很多 就是股价很强硬的股票 都是跟中国内需有关的 那既然跟中国内需有关 为什么不直接去香港 去买一些红筹股 所以就造成 在我觉得今年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很多的中石户 左脸跟右脸 都被搭完之后来发现 原来香港是一个好地方 所以他们才开始过去 这也解释为什么 整个金融账 大幅的一个外进流出的部分 这个都是解释资金外逃的部分 那如果今天只是一个 只是企业的获利下降 当然股价会不好 但是那个资金动能 还是会存在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 是资金一点点在流失 这个才是会长细影响 台股架构的问题 好 这我问你懂 我问你 中国大陆现在是不是 在股市的部分 采取一个所谓减交易税状况 那我请问你 减税之后 我们造成中国大陆股市上涨 那也代表 现在目前中国大陆股市 也出现了一个 如果没减税呢 没减税的话 一样破跌 现在已经减税了 还是一样再跌 因为现在最主要原因 就是来自于现阶段 大家对整个未来 充满了一个所谓不确定性 造成消费上面停顿 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欧洲目前年轻人 失业率高达25% 那我们四个都算年轻人 我们里面的话 真的啦 真的下次来 只看到书写一个人 因为我们其他三个都失业了 因为我们三个都被失业给做掉 所以等于说 现在大家面临到了 一个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你每天打开电视 不是加拿走然在打仗 到底什么时候部队要进去 不然就是在抗疫罢工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势必会对整个民间消费 开始出现一个很大的冲击 那你知道民间消费 当GDP大概高达70% 所以说我是觉得啦 现在好像已经进入一个loop 进入一个类似一个圆圈 我们根本好像已经找到一个 无解的一个所谓状况 只要民间消费停顿 企业获得又衰退 企业又衰退情况之下 无薪假也好 失业又增加 那失业又增加的话 大家又不消费 所以说现在的话 我讲坦白 应该要借由战争战解决一切 什么东西啊 你直接攻击啊 来 云琪 我们想听听看你的观察 刚刚所提到的说 这个税的问题部分的话 这一二再再再三 那么现在包含宣传董事长 所以徐大佬都说话了 那么紧接着的话 包含F开头 或者是比较 这OT系的股票 现在连当时新闻发出的 这些单位部分 有人开始否认了哦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 到底这新闻是怎么回事 有人开始否认 可是对于市场上震撼 已经开始了哦 现在有一些壮型的股票 比较低价股票 还在拨啦 新厚啦 康年啦 跌幅都超过5%以上 甚至像美食啊 台南 大洋等等的话 跌幅都超过2%以上 这样那个震撼力道 要持续多久 明年度来讲的话 这税的问题 担心就是说 量的还要再进一步的萎缩 当时市场上所担心的地方嘛 有最后的一个帕城 才有最后的一个座盘嘛 你会看到吗 其实真的用邦伯人来形容 不是只有马 是马政府整个团队 想当年哦 就是我们去 这些政府官员 去邀请这些海外台商 回台上市的时候 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这样不断的去劝说游税 对 然后请他们回来上市 我都还记得我们去参加 记者会的时候 敲锣打鼓张灯揭菜 现在呢 情何以堪啦 现在我们看他们的股价 这些台商心里会怎么想 我回来了 但是你却 一个只准卖不准买 然后让他们的股价这样下滑 政府到底又给了他们什么 给了投资人什么 TDR一样 TDR一样 当时是大张旗鼓 回来挂台 结果让多少投资人 损失在那个上面 我觉得对于投资人来讲 很简单 我能够赚钱就好 那在台湾这个市场 刚刚文文老师说 证锁税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原因 可是我觉得 基本面不好 经济面不好 证锁税是压死骆驼的 那个最后一根稻草 已经没有资金 要在这上面玩 所以股市就整个下来 我们看现在成交量 这么的低 根本已经不动了 已经没有散户要进来 一起join在这个市场里面 因为他们有办法赚钱了 云琪 我们给文文好像有话要说 我给你机会说 你有想什么反驳 没有啦 我是认为说 大家真的不能把台北股市的下跌 怪罪在证锁税 不然我们来打个包票好了 如果说证锁税 政府突然迷途知反 说好 我们真的 我们认错 我们不刻证锁税 我告诉你 不在乎所谓的怪罪 不在乎怪罪的问题 台北股市一样开高走低 它会是 我说是压死骆驼 最后跟道场 那台湾 其实最大的问题 是在整个产业 产业我们之前 我们太毒压在代工产业 那整个市场的转变 不管是企业也好 政府也好 他们都没有一个 一个领导者出来 领导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型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会在这里 那这个会让整个台湾的经济 我们现在看到的未来 是没有未来 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讲 未知的未来是最可怕的 包括刚刚的法国是一样的 大家都不知道 你的未来会有多恐怖 所以大家一片乐观 欧洲法国的财长还出来说 我们法国不是一个病人 他们认为 他们只是失去竞争力 这多可怕的事情 失去竞争力是一件 多可怕的事情 他认为他们只是失去竞争力 但他没有想到 失去竞争力之后 他要面对的 可能是人民开始 要开始起来罢工 要抗议了 有这么多的事情 他们并不以为然 我觉得这是政府 在这个地方 可能要去做一个 很大的一个反省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Bumper 这个字眼放在这里 我们能够多大 得到多大的解决 其实还是未定之数 我倒觉得 这个Bumper这样的字眼的部分 应该从这里头 一个单字的一个 大启示 大启示 你得到的是什么 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形容 我们一直强调说 有是后知后觉 有是不知不觉 是一样惨的问题 那么云琪 刚刚的谈话当中的话 似乎感受到说 对于国内相关一些概念股 尤其我们现在 在忧心忡忡最担心的地方 这些比较OTC的股票 我已经找了 刚OTC董事长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当时的问题 当时你的立场 重心的股票 你的立场 这再是你的 你的掌管旗下 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是不是应该 跳出来反驳这些事